滚滚长江,东是谁,浪花淘尽,英雄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先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第一把的话 我们是四号位的大忠诚 主公选择的是我们的常规主公 孙策,那个男人他又回来了 好,那么我们主持者玩家四号位大忠诚的话 主持者玩家选择的是我们的打工皇帝袁绍 那么袁绍作为孙策主公局的话 其实忠诚内奸属性是比较高的 一来的话,袁绍能够给孙策进行觉醒前的清场 清场加这个给孙策作为觉醒的这个时机 二来的话,我们袁绍作为忠诚 首先肯定是不弱的 而且嘲讽也是比较低 好,那么孙策这边的话 其手,黄云,黄盖,两个姓黄的都去摸了一下 所以说这边的话,孙策还是比较的皮大 因为毕竟像二号位的黄盖反对手也是比较高的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依旧选择是麦 因为我们本身起手,四手牌 本身手牌的结构就比较少 如果随意的去出手牌的话 我们后期的放剑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了 除非是像逐境契远,顺手倩阳过拆桥这样子 能够限制我们手牌,那么没办法 那么主动的出牌,我们还是要去稍微克制一下 那比如说像黄盖的,他直接对付九杀 这样子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出闪了 因为再不出闪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没命放剑的 那么像三号位的法阵的话 他对于我们的威胁就比较小了 好,那么法阵这边的话,跳的确确实实是一个反贼的身份了 黄盖他杀夏家,杀我们还不一定 但是法阵的这个举动,我们绝对是相当的了解他 好,那么这边的话,应该是从许优 许优以后应该是没有闪了 因为孙策在他行动的时候是放过万箭启发的 所以说我们主视角玩家的这一轮 这个放剑加出杀的这个威慑力 或者说这个清场的能力还是比较大的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主视角玩家只能放一剑出一次杀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应该是不会做到打工的效果 但是许优这边的话,被他进行一波的爆发了 也就是说这张南蛮入侵不知道他从哪边掏了出来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可能要坐拥这个打工皇帝的这个称号了 好,那么这边的话,许优放出南蛮入侵 曹爽主,反贼,然后打死郭槐 郭槐是内奸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不用担心取游他的这个个人问题了 因为也就是说,他开出这张南蛮入侵 他无非就是两种选择,两种结果 不是两种选择,无非就是两种结果 一,他是反贼 二,他是忠诚 那么从他开出南蛮入侵,收掉曹爽啊,郭槐啊,黄云 再去对付法阵的这个积动 那么这个许优,他就是一个大宗神 因为郭槐内奸已经阵亡了啊 那么这个我们放万箭,其实保住的是孙策啊 比如说这边的话,许优稍微有一点点疲 但是问题不是特别大 因为对付一个残血的黄盖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易的对付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许优稍微比较疲累一下啊 不然的话,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以多余的手牌进行再次乱击的话啊 我们相信我们应该还是能够清场的啊 当然,虽然说做了一回打工皇帝啊 那么好在啊,自家的主攻赢了啊 问题不是特别大啊 好,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六号位的大反贼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常规主攻啊 借孙权 那么这边的话,主持人玩家作为六号位的反贼的话啊 他如果不考虑幻将的话啊 也就是说像司马昭啊 啊,这个标元素不要选啊 你可以选那个庸四的那个元素啊 借下回渊,朱智,董颖都可以选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看主持人玩家会选择谁啊 这边的话其实选择董颖也是不错的啊 好,主持人玩家选择的是我们的借下猴渊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其实除了我们以外啊 我们应该是能够确确实实的找到一个队友的啊 那就是我们的下家曹丕啊 因为曹丕,我是说过啊 他除了在元素的主攻局能够当一回忠诚或者说当回内奸之外 一般情况下,曹丕的出现直接可以把它定义为是反贼啊 好,那么孙权的话,其实不敢去动曹丕 那他只能去动一个五号位的好招 因为相对来说,好招给孙权补牌的能力 绝对小于好招这个正骨去扒孙权牌的能力的啊 就是说这边的话,相对说反贼啊 这个好招的属性是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好招的反贼属性是比较高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二号位的神关羽是直接捂两刀对付魏严啊 然后魏严的话直接啊,直接一个奇谋一 然后开出南蛮入侵啊,这个仗着曹丕啊 他会慢啊,所以说这边的话魏严应该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因为这么大一个曹丕放在这边 他不可能没看见啊,所以说 作为忠诚的魏严的话 他可以触发股价状态取消曹丕为目标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魏严是一个反贼 那么一个南蛮入侵下去的话 把这个西之财的先服打了出来 所以说这边的话,西之财是忠诚啊 这边的话关羽标错了 关羽是一个忠诚,或者说是一个内奸的身份啊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 呃,这个四号位的借佐茨啊 佐茨这边的话圣手千仰一 啊,去顺了一下五号位的好招 然后掏出冠尸府直接一张火杀 杀向魏严啊 那么我们这边一个陶子把魏严的 呃,虽然说没有把魏严捞回来 但是我们是把自己反贼的身份给跳了出来啊 那么其实这边的话应该是比较明了了 也就是说神官借佐茨,西之财是中内啊 那么好招啊,我们主角玩家包括曹丕啊 那么曹丕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内奸的身份啊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 呃,如果我们打的狠一点的话啊 我们挂上冠尸府直接一个神速3 翻面的这个神速,然后触发射变 先去爆了西之财的这个那个啥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主角玩家相对说 比较打了有一点点畏畏缩缩 因为刚刚西之财是裸奔的状态啊 所以说我们刚刚装上古丁刀,装上马 直接一个神速3翻面啊 绝对是不亏的啊 因为你刚刚那一下是打西之财两滴血 虽然说西之财要筹策两下 但是你要考虑到他如果盼黑的话 你的装备还是要下掉的 就是说你的古丁刀到死都没有保住啊 那么这边的话西之财啊筹策卖到了桃子 然后没有关系啊 这边的话,呃,好招直接一个 济水百算啊,孔明济水百算 你想留桃子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好招和西之财 在好招和曹皮这边发生了一点点争议啊 那么我是个认为啊好招 刚刚去震鼓这个西之财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很明显西之财那个桃子是明着的啊 就是他这个筹策啊,天斗拿上 天斗拿上来的啊,所以说这边的话啊 这个去扒光西之财的时候还没什么问题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看好招一个决斗 如果能够打死西之财的话啊 那么这个问题那就解决了 那么如果啊,这个西之财啊 你给孙权补牌的话 那么我扒的就是孙权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一个南蛮入侵 看看能不能够把西之财解决掉 那么这边的话一个南蛮入侵下去 解决掉西之财解决掉孙权的护心境 然后装上天击图 发动神速3,发动射变 把天击图挪给曹批的同时 我们把手牌补满,把手牌补满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轻轻松松的解决掉了孙权啊 好,那么我们这个本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啊 那么结束之前的话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 视频后方啊,有彩虹的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能够给彩虹踊跃的投稿啊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by bwd6